大家好,有朋友给我留言 说家里的十字风扇不转 不知道是电汁坏了还是电容坏了 我们该如何去判断 那今天我来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如何判断单向电汁的好坏 那判断单向电汁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电汁里面有三个线 有黑线、红线、黄线 那有的电汁上有蓝线、红线、黄线 有不同颜色的三个线 总之有的电汁上有三个线 还有的电汁上有四个线 那四个线是它的高速运转和直速运转 今天我们主要来看一下三个线的电汁 三个线的电汁我们如何判断呢 那我这里落连了一段电汁内部结构 单向电汁它有三个线 日根线为公共线 主绕组、复绕组 主绕组为运行绕组 复绕组为启动绕组 那这个图呢就是它的内部结构绕组 我们来看一下 A、B为运行绕组 B、C为启动绕组 大家看 这样就很明显 比较日目了然 那判断电汁的好坏呢 我们主要呢要看两个字 那就是电阻 有了这个电阻之后呢 我们就能很好的判断出电汁是好还是坏 特别的简单 首先我们先用万语表 打到电阻档 来测这三个线的电阻 我们先来测A向、B向 A、B向为83欧 那我们再测A向、C向 A、C向为111欧 然后呢我们再来测B、C向 B、C向为193欧 测完之后 我们发现 A、B向的电阻 加A、C向的建阻 等于B、C向的电阻之和 说明呢 这个电阻是好的 没有损坏 那也就是啊 我们的A、B绕组建阻 加A、C绕组建阻 等于是B、C绕组建阻 所以说啊 我们呢通过这个电阻 就能判断出这个电阻的好坏 那如果我们测的时候 A、B有建阻和 A、C没有建阻 说明这个电阻是损坏的 再我们测 A、C建阻 A、B建阻 不等于是B、C建阻之和 那说明啊 这个电阻也是损坏的 这样我们就通过 三根线的电阻 来分析出这个电阻的好坏 是不是特别的简单 只要大家记住 单向电阻呢 我们等于 各分件组等于总和 也就是第三个电阻总和 说明啊 我们的这些电阻是好的 那 再来给大家测下 我这里呢 还有一个电阻啊 我们来测下 这个电阻它的好坏 它呢也是三根线 大家看 我们用万语表来测量 大家看 93欧 那我们呢 再换一下 187欧 然后呢 我们再换一下 95欧 说明呢 这个电阻也是好的 刚才的测的两项电阻 为我们第三项电阻之和 说明这个电阻是好的 没有损坏 那没有电阻 电阻不等于之和 说明这个电阻是损坏的 这样啊 就能判断出电阻的好坏 大家对着这个方法 还有没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或者是日键啊 开在评论区里面 我们呢 一起来交流学习一下 最后啊 大家开始收藏这个图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的朋友们点个关注